欢迎收看大白会员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 柳三变大笑经成 话说这个柳三变以前叫做刘勇自尽庄 家里排行老七 所以也叫做柳七 别看他一天天放荡不羁流里流气 但可是在北宋他可是著名的词人 在现在呢也是明星一般的存在 柳三变由于参加了好几年考试 都没有好成绩 给他爹当时气的不行不行的 这个世界上哪个当地的都是望子成龙 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出息 还给儿子唱了一首翁翼诱 就这样在他爹威逼利诱之下 咱们的柳三变开始上京赶口 他爹还把他从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 硬生成了屌丝 不过也没关系 柳三变那是一样的上路 但可是其实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因为当朝公主特别喜欢柳三变 特别喜欢他的才华 他哥哥皇帝当时就发话 谁要是状元就让谁当驸马 柳三变最大的对手就是庞太子那边 于是他就跟太后合计着要证实柳三变 再回到柳三变这一边 他们已经顺顺利利的上路 在路上吃饭的时候还遇见了一个酷酷的白衣大哥 然后还遇见了咱们的一组小漂亮和他爹 柳三变对小漂亮一见倾心一见钟情 但可是人家对你可没啥感觉 甚至还有点反感 有些事情都是注定的 在接下来赶路的时候 小漂亮和他爹被换代包围 就在柳三变想要优秀救美的时候 白衣大哥又出现了 三拳两脚就搞定了坏蛋们 本来还要请白衣大哥一起进京 不过你被人家挺拒绝了 后来已经说柳三变要跟小漂亮一起进京 白衣大哥改变了主意 更加好玩的是啥呢 小漂亮的偶像是柳三变 也是喜欢他的才华 但可是他不知道柳三变就是柳三变 他以为白衣大哥才是柳三变 柳三变说自己是柳三变 结果根本没人相信 我就好奇一个事情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 大家是咋知道柳三变作品的呢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柳三变就是柳三变 小漂亮的爹是一个高人 传说中最牛逼的乐师 不但识破了柳三变的真实身份 更要收他为图 你说厉害不厉害 而且还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女儿小漂亮 还好啊 柳三变追求女孩也确实有一套 不知不觉就追求上了小漂亮 真是无招尚有招 小漂亮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之后 还约法三章 大概意思就是 只能爱他一个女人 不能花心 万万没想到 就在一切都挺好的时候 白衣大哥半夜就要带着咱们走 原来啊 他是柳三变他爹请来的保镖 由于庞太师要派人整死咱们 所以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而且还让他们扮成乞丐精精 可惜啊 另外一边的小漂亮和他爹 却遭遇了危险 柳三变在一个女杀手那里得到消息 在柳三变他们走的第二天 大内高手就袭击了客栈 他的师父 也就是小漂亮的爹受了重伤 不过被女杀手给救了 因为他其实也不是坏人 他就是单纯的喜欢白衣大哥 但可是小漂亮却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在哪里 结果小漂亮 其实被一个朝廷官员 买到家里当丫鬟了 这个事情正好被柳三变的下人看到 就这样 柳三变亲自去找当官的要人 毕竟 上官的也要给面子 所以就小小的为难一下咱们 最终也只能把小漂亮还给人家 一切都搞定之后 柳三变就要参加电视了 白衣大哥也希望柳三变可以成为状元 因为啥呢 小漂亮他爹 曾经被太后面门摆四口 所以都希望他成为状元之后 可以给老头子翻案 但可是柳三变怕失败 小漂亮再有危险 小漂亮一看 这个大兄弟也太怂了 当时就离开 回到官员那边 就算柳三变去找他也不好死 终于到了电视这一天 柳三变的才华皇帝很欣赏 当时就封他为状元 并且把公主许配给他 关键时刻 太后就来了 还带着小漂亮 就说他们已经结婚 还要娶公主 那是欺讯之罪 为了让柳三变当状元 可以替他们全家翻案 小漂亮不承认是他老婆 就说他们根本没有领结婚证 顶多就算是出对线 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 到底是咋回事呢 关键时刻 太后还用毒针长死了小漂亮 然后还嫁回给自己的下人 太后果然是一个狠人啊 当时给柳三变伤心的是不得了 还当你妈买皮的状元呢 皇帝加公主 还给官职都不好使 柳三变抱着小漂亮 就离开了这里 忽然想起一句话 输了你 我就输了全世界 后来的柳三变 一直都在各种封城场合表演 就好像现在的走穴歌手 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电影铃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每个傻道理铃 爱情这个东西 始于颜值 终于才华 败给金钱 好了 喜欢我今天就关注吧 么么的